《瘋狗編輯室文集》 2019年,我們Maridio台長梁錦祥的著作 《瘋狗編輯室文集》 《香港之死》反映空前熱烈 已經搶購一空 今年再接再例 台長梁錦祥會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瘋狗編輯室文集》 《香港攬炒之食》 現在已經有現貨在普羅發售 大家可以親臨普羅或經網上商店購買 每本特價港幣130元 為免向遇,欲購重促 接下來是一個我們曾經提過的事件 但今天可以講詳細一點 事源是戴長梁夫人 戴長梁夫人一直給我們感覺 是一個相當硬朗、很理性的英國政客 甚至有些人認為他是政治家 他在成為保守黨的黨魁之前 他是一個部長 當時發生一件事 就是印度駐英國的一個外交人員 在戴卓爾還未正式掌權 成為保守黨的黨魁 因為當時還有在野 介紹一個人給他認識 這個人其實是江湖術士 他的名字叫Changasrami 稍後我們會給大家看他的照片 那個介紹是這樣的 因為英國和印度的關係都不錯 他就說印度商業的代表是戴長梁夫人 現在有個很堅強的 介紹你認識 戴長梁夫人很不願意 見見見 沒有忙的 給他十分鐘 十分鐘 這個人去見時 就是傳統印度的服裝 還有一個細節 是他不穿鞋 印度很多大師都不穿鞋 腳踏實地 即是吸地氣 這個人做了一個很簡單的事 他說戴卓爾 你在這張紙上寫五個答案 即是寫五樣東西 即是你寫完之後你自己生活 我跟著告訴你 那五樣是甚麼 這件事是真事來的 因為那個消息來源 就不是那些道庭道說 是一些很正經的外交的 和講政治的雜誌裡面 還有有根有據的 戴卓爾寫了之後 他跟著就在那裡領上了 然後他就回來了 全中了 戴卓爾就 好像是甚麼 很厲害 戴卓爾說 可不可以再次回來見過 即是主動問 即是給你多十分鐘 好啊 不過下次你怎樣 現在我弄一件事給你 就是那些 線 你下次回來 你要先戴這條線 還有 你下次回來好像幾圖 穿一件紅色的衣服 叫戴卓爾已經 叫戴卓爾已經 是啊 戴卓爾竟然是照做的 是 即是他想可能 第二次接觸的時候 他開始有事想知道 有事要問 即是有事要問 即是有事要問 另一個我想是三位說的聲響 三位說的那個是 那個人都知道 你不說我講 就是賭聖的故事原本是真人名字 對呀 對呀 他這種力量 基本上如果你研究原學 或者是 那個叫物宗的裡面 叫他心通 其實他要認識你的 他要知道你寫的那件事 他不是在於你寫下來的那張紙 你寫的時候 其實他就可以了解你的心想的狀態 他接收你的那個能力 對呀 這個就是那位朋友來的 他死了 再説大家不用找他 是 他是談吹的 是 這個很出名的 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對呀 對呀 你見到的就是在這裡弄一塊東西 Date Tuncha的性人 是 是 古靈整怪 阿基多剛剛說得很對的 如果你遇到那些人 其實你不需要太過覺得什麼驚奇 其實這些是一些江湖術士的基本伎倆 不過我們不懂 還有我們覺得這件事沒什麼可能存在 但是他有的 這個是體驗過的 是 下一次回來,戴卓越見他,問他很多事, 穿了紅衣服,真的穿了紅衣服, 那些人都說,不是吧,你這樣給他怎樣? 已經入了他的局了, 他問他會不會做到保守黨的黨魁, 他說會的,還有你會做到英國首相, 你做英國首相的時間,大概是多少呢? 他講了三個可能性出來, 其中一個就是講他在位應該, 我忘記是十,一定是十三, 結果那個是中了的, 所以我想戴卓越覺得他是漂亮的, 然後問了其他相關的一些, 即是對戴卓越基本身的政治前途問題, 但我也很有興趣, 兩次見面之後, 這一位譚取大師, 會不會都常常被戴卓越夫人引見呢? 變成一個很好的, 一個叫做玄學的顧問級, 即是顧問的一個人士呢? 是的, 這個問題後面有些人都問戴卓越自己, 戴卓越的答案很簡單, 我是不會和你討論這些的, 即是現在我們那個, 即是有了, 我們聽得懂的, 不過實際上, 在戴卓越退休之後, 你也看到他本身, 他應該都很相信這種力量的人, 一般來說, 因為我們其實有他的傳記, 他自己寫的那本, 他不說這些東西, 當他患了老化症時期, 很多人都說, 他是有幻見的, 幻見嗎? 他看到他老公, 不是, 那部電影拍出來的, 那部電影就是這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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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無禮死去寶做的, 給他多一些事情去做的, 基本上, 我想英國你可以兩邊看, 一個是他理性做主導, 但他理性的世界拒統, 即是在歐洲裏面說, 英國法國那些, 其實每一個都有的, 我們認為是玄學那些, 但他們其實是一種科學來的, 有個界面, 中間灰色的界面那裏, 是玄學和科學裏面的, 剛剛那個交會點, 所以這件事, 你會看到, 其實從中央碰到, 這些策略的事件, 接入到政治界非常之多, 他身邊都響了朵, 很多個都找他, 譬如伊利薩泰泰內, 列根, 列根都找了他, 另外一個就是, 我以前在一州時講過, 那個就是一個很著名的軍火箱, 應該是那些阿拉伯人, 他最近有一宗跟他有關的消息, 有一個記者, 就進去沙尼阿伯領事館後, 就出不回來, 或者出來回來的時候, 變成另一件事, 原來那個就是他的侄, 那是一個很著名的軍火箱, 也有找他的, 即是找師傅, 至於阿基奴剛才講的問題, 其實我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第一件事, 如果譬如說, 一個政治家, 就算他不是大作業, 他公開講了, 他找那個師傅, 是會被人笑的, 即是覺得自己都傻傻的, 怎樣給你政治去搞呢, 第二件事就是, 譬如這類人, 現在以這個為例, 他最後是申辦名裂的, 都牽涉到錢的問題, 譬如說貪污等等, 收場是頗悲慘的, 還有一個尷尬的, 因為雖然英國和印度, 都有很多淵源, 但在宗教上, 或者在這方面來說, 這些都是異教的一種, 大作業夫人, 如果她是泰國, 或者被人不認證她, 都蠻依賴這種顧問的話, 就會出事, 始終都是在那個形象上, 是有問題的, 她不是這個形象, 她不是V混混那種, 就算是V混混那種, 都會出現一個問題, 你很信不信, 為何會信一個叫做印度教的, 信到譚吹, 是有問題的, 彭珠也會跟人的叫做, 聖名相收, 是的, 是聖力的學問, 有很多這些,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多數都不太敢碰, 這種出現的, 會變成醜聞, 所以他們做了之後, 他們不會告訴別人, 這在很多年之後, 大家會回憶的時候, 一定是不在位的時候, 他們在位的時候, 就告訴別人, 他在哪裏哪裏見過這條, 茂里, 還要逼他點, 是呀, 做紅衣服, 現在爆出來的時候, 他都已經被人有問題了, 是的, 除了他之外, 另外這個更加厲害, 因為剛才我們說, 他都有幫列根手, 那列根哥就更加離譜了, 那件事就要詳細說清楚了, 因為這個就有文獻紀錄的了, 那這個, 我不知道他死了沒有, 這個, Jone Quigley, 這個, 過了生的了, 那這個是沙原市的, 就是剛才我們開場的那個, 那個城市, 那這個就簡直是尖聲的了, 這個尖聲的, 那這個尖聲的, 這個, 這件事件是怎樣呢, 那我首先要交代, 那個背景是怎樣, 因為列根就有個太太的, 那時候很出名的, 叫做南西, 應該第二任的太太, 他本身, 他都為尖聲術是很出名的了, 是的, 已經很出名的了, 那列根本身, 他在他未做總統之前, 他在荷里胡, 其實他已經要找這些幫手了, 那這個也都牽涉另一個問題, 在荷里胡裡面, 我想甚至到現在也是, 特別是演員, 他們其實就很需要找這些尖聲家, 去提供這個協助的, 那就正如, 譬如香港娛樂圈, 他們都很多人, 要譬如尋求宗教那個協助, 那荷里胡就不例外的, 而當時, 列根其實已經, 已經神早找到了, 是, 尤其是藝人, 藝人他最關鍵的, 這個就不單止是, 或者是一個迷信, 那樣東西的, 而他們那個叫工作的, 那個形式, 都很多時, 就因為, 他演一些角色, 尤其是歷史的人物的話, 多多少少, 你會發覺, 好像上了身, 那樣的, 一個演出的方法, 說起來, 都是一個靈異的, 一種體驗, 所以, 你研究這個方向的時候, 藝能人, 戲劇界的那些藝能人, 多數都有這種, 需要, 如果需要, 有時候, 未必是信仰, 但他裡面, 都有這種感受, 在他工作時, 上了另一個人的身, 或者, 他的身體, 借了給一個古人, 演出之後, 會很神似, 這種情況, 東方西方, 其實, 他是一種追求, 不是說, 他一定是信仰不信, 而是說, 他的工作本身需要, 讓他有一種, 進入一種狀態, 是的, 所以, 就將那些東西, 就是, 迷糊了, 是的, 不一定是, 他迷信那些東西, 這個呢, 連在維基百科, 現在都錯, 這個說法, 他就說, 這位占星家, 在1981年的時候, 當阿列根被暗殺, 即是被, 曾經, 曾經被, 有一個暗殺事件, 曾經被暗殺事件, 就去找這個, 呃, 就是他老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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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說出來是錯的, 嗯, 其實那件事是怎樣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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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來源, 那怎樣印證呢, 就是, 因為, 列根那個, 白宮的幕僚長, 即是, 他大內總管, 也都是叫列根的, 是, 就跟他老婆吵架, 嗯, 後來出展, 爆了老婆的東西出來, 那我們才知道, 是, 是, 所以呢, 整件事, 我們下一次回來, 就, 由頭說一次給大家聽, 嗯, 嗯, 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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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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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